台北市景美觀光商圈周圍的機車停車格劃設長這樣 不過當地警星力陳千惠的一帳反映 隔一條街的機車就沒劃設收費 李明難免質疑路段收費規定 希望市府能夠給予合理回應 以及重新審視收費範圍 所以這個問題我想請市長幫忙 機車收費的問題是科前市長留下來的問題 從108年執行到現在 說要逐步全市進行機車收費 請問使用者付費我舉雙手贊成 所以可以明確告訴我 到底什麼時候要全面收費 目前到底推行的到什麼程度 還有沒有要繼續執行 再來 當初針對里內機車格收費是依據什麼 為什麼整個文山區警星裡 全里都被劃分收費 隔了一條馬路就沒有收費了 停管處說以商家行為來劃分 整個文山區只有警星裡 有商業行為的店家嗎 何謂商業行為別的地方都沒有店家 文山區有很多里也有捷運出口 過一條馬路就不收費 警星裡被收了這麼久 有任何的回饋嗎 因為別的里都沒有收費 只有我們有收 所以里民會對里長產生誤會 是不是得到什麼好處 台北市的機車收費 我們的一個實施方式是從 第一個從商圈 所以包含景美商圈才能納入到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包含捷運周邊的一個範圍之內納入 第三階段是逐漸來擴展到其他的區域 目前的話是到第三階段在執行 所以到第四階段的話就是全市機車收費 事實上在我們目前的台北市的機車收費格位 將近有6萬5千格左右 佔我們整個一個25萬格 其實大概只有三成左右的一個狀況 我剛提到說我們在收費的過程當中 的確也不同里長所提到的狀況 你會發現說奇怪 為什麼我花了300公尺 過了一條街就沒有收 甚至我比較在意的是說 我花了收費格位之後 結果收費格位是沒有停滿的 結果在騎樓是停滿的 這種狀況我覺得是對公安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在府內有做一些討論 就是說未來包含這個機車推出騎樓的部分 我們會鼓勵民眾把車子停到騎樓以外的範圍之內 我想收費只是為了管理 並不是說要去獲得什麼樣的一個 如果說真的有好處的話 是這樣的收費是讓管理能夠更上軌道 然後這樣的收益是讓我們一直來蓋新的停車場 像去年我們已經多開放了 啟用了四個停車場 我想這樣的收費主要是這個目的 那里長所指正的這些狀況 我剛剛提到說我有看到這樣的情形 的確也會做這個改善 然後希望說以收費導證說 讓整個停車秩序能夠獲得提升 那當然在過程當中 一定有些不盡能力需要做調整的地方 所以我說該以貴階的狀況 我們做配合商圈的範圍做調整 然後以配合機車退出騎樓的方式來做改進 那其實聽完俗剛也說明 我想原則上這個我們使用者付費 第二我們其實有一個中長期的目標 是希望我們這樣收費收取的費用 投注在未來包括停車場的興建 以及包括像我們對於大眾運輸工具 比如交通月票1200的補貼上面 鼓勵大家使用的運輸 然後逐步的來改善整個道路的交通環境 那里長關心的像這個照片所顯示 因為機車反而占用到人行道的空間 我們其實持續的在推G20 就是機車退出人行道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政策 所以我也會請停管處 還有包括相關單位跟里長來 到特定的路段去檢視 我們給予輔導看怎麼樣讓機車 能夠退出人行道 那至於里長關心的金美商圈 周邊幾個道路 我想我們都可以來 滾動室來討論 看看怎麼樣能夠比較符合在地的需求 但是大方向原則上 我們還是會朝向收費的方向 那我想停管處都可以再跟里長 就特別的個案來討論 台北市長蔣萬安出席與文山區里長 一樣的座談會提案共15案 除了警型里長 反映商圈收費停車格劃分問題 市院裡廖青銅離長 也請師父將里內 核心路713號對面的停車場整建為公園 其實這個當初要興建公共住宅 核心水源住宅的時候 公宅的時候 因為里民一片團隊 然後我們書底下就是跟大家談 就那公宅蓋起來漂亮也可以 那我們後旁邊這個是配套改為公園 因為核心路 原本整個核心路是一個里 一個里 後來才合併試驗里 他早期很早期的一個公 有一件公文說一個里要有一個公園 所以這一個里沒有一個正式的公園 所以說這個我們就配套要求說 這樣假如說蓋好公共住宅 然後是不是這個確定要 可以幫忙整建為公園 尤其是現在那個 那個核心路的托寬結婚起職 又增加了大概將近100點左右 我這個像公園應該是很有看頭 那我們一再是 過去啊 曾經有這個市政座談提 提了之後好幾年都沒有進展 所以這個公園處雖然有來講 我們希望說在市長面前 這個在提制 希望能夠切實執行 其實現在的這個位置 在113年的都市計畫裡面 把停車場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 就是我們現在的文景57號公園 那他現況是做停車場使用 當時在都市計畫書裡面 就有載明 到時候當地的這個停車需求的話 會納入隔壁東側的那個 核心水岸住宅 設宅基地的這個停車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公園的開闢的話 就是要配合那個設宅 它的完工啟用以後 那我們這個限職的這個 文景57號公園 就可以來做一個開闢的使用 那目前旁邊的設宅 預計今年10月會開始入住 然後停車慢慢移到設宅內 那這邊我們也已經編列明年度的預算 所以寺院裡就會有一個公園 沒有問題 所以在這邊也給里長一個承諾 有限聚公園處 文山區萬聖里徐附近里長 也為了爭取里內活動場所 見請財政局對里內新隆路段 都跟分回的使用地 能有一處作為里齡活動空間 財政局是以市有土地來參與都市更新 這個都市更新案呢 它的都市更新的事業計畫 在111年的6月間 市政府已經來核定了 那它的權力變換的一個公開選配呢 也在去年的8月已經完成一個公開的選配 財政局這邊呢是選了13樓的兩部住宅 那為了推進整個都市更新案的推展 也保障都市更新案裡面的所有私地主的權益 我們希望讓都更的程序來繼續進行 那至於說里長的這個提案 財政局會協助來跟區公所來跟實際的溝通 未來分回的這個一樓的店鋪 來租給里長做里民的活動場所 然後再由區公所來補助租金 以上說明 租一樓那個可能租不起啦 你三萬塊那個一樓 那店面至少要十幾萬啦 那除非是說看是不是承諾這一筆 氛圍的這些能夠承諾說到時候看附近有沒有 到附近去買 聽完里長需求市長蔣萬安立即要求財政局 能否將都更案的一樓爭取為里林活動場所 面對里長的提案需求積極回應 記者問君台北不到